自己不會受到感染 他也不會去害別人被摻染到 這個是祭司的國度、聖爺的國民 一個很標準的表現 在下一章 所以上帝的設計就非常的巧妙 他們在行徑的時候 他們連發揮的目的改變 如果他們的隊伍行徑是向北走 他們就用這個方正的方式 他們是安當大英方正的方式 向北走就是彈做蹤跡 當然那個惠幕會到前面去 但是他們雜贏的時候 惠幕跟立衛之派在核心當中 然後十二之派在東西南北四個方位 走的時候也是這樣 這部隊行徑的話 如果你連做單位 叫做連方隊行走 因為他都不會排面轉彎 他是一個方塊 一個方塊 他如果是這樣 向北走 向東走 向南走 向西走 他是這樣子走 所有的帳篷 扎音的時候 停 就這樣子下 完全不會動 那也方便行徑 不會亂對 因為到底還是兩百萬 但是更重要的 各位可以看到 中間是什麼 會幕 與神會面的葬位 神要在那邊跟以色列說話 上帝是說話的神 包括從創世開始 就是神說 對不對 神現在還在說話 對我們的說話 所以從哪裡我們可以聽到神的話 從聖經來 所以神是說話的神 我們不讀主的話 怎麼會熟悉那個牧羊人的聲音 我們怎麼會認出 從來不讀神 那你怎麼會認識 我回家了 我按電影 可以講幾句 然後我手上都說 誰啊 我說我 我就上去了 我落在你家 按電影 然後你問我 誰 我說我 你大概不會幫我推一下 是不是 因為你不認識我 大概只有少少的幾次 對不對 誰會想到是你 這是一樣的道理啊 如果每天把神的話藏在心裡 求主祂 活活有功效的道 是否我看我的心思意念 試驗我知道我的心思 見曉我知道我的意念 是不是 那我對於耶穌的聖靈 聖靈的話語 我是這樣熟悉過的 也好像倉庫裡面堆滿了這些 普通我們獨神話語的倉庫 所以隨時都可以拿出 聖靈可以拿出這個 祂的話語來安慰我們的心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就是這樣 這個生活用新約 或者是以賽亞當時所用的話語 以賽亞書第七章 或者是說新約 馬太福音第1章裡面26有這個講 以馬內利 是不是 現在為止我們還是以馬內利 但是對以馬內利的要件是什麼 我們要從我們自己的帳篷裡面出來 才能夠到匯豐面前聽神的話 所以要對亞伯瓦漢來講 要離開本地本徒富家 才聽得到神的話 一直 賴在你的年生家庭裡面 賴在你現有的這個生活的方式裡面 你是沒有辦法親近神的 所以希伯來書才說 我們要出到營外 才能夠進入曼內 是不是 出那個營是什麼營 我現在搭的帳篷 猶太人有一個很三節 跟我們中國人一樣有三節 第三個節叫住宏節 我們在地上是客裏 將來住的才是天家 這個是寄居的時候 所以住帳篷 搭個臨時的這樣子的一頂帳篷住在裡面 對不對 甚至於保護住 我還在這個帳篷裡面深深叛息 對不對 因為覺得這個實在是太簡陋 常常漏雨啊 刮風也抵不出風啊 下雨也擋不住雨啊 寒冷的時候 冷風呼呼的前進來 夏天很熱的時候 風也吹不夠大 對不對 所以在居住裡面真是難受 所以在裡面會深深地叛息 但是感謝主我們總有一天到什麼 圈上更美的效果 那才是我們人生的 那個最終上帝成全的創造 現在是一個短暫的什麼 訓練中心 讓我們在其中訓練 就是以色列人生的 好 再下一章 所以才會看到 以色列人被上帝數點以後 有這麼樣子大的落差 四十年之久 他們不爭反解 是不是 以色列人72個人搬家到埃及去 430年就可以變成200萬人 但是這一會兒 200萬人在曠野落了40年 結果還短少了什麼 12820人 短少了0.3%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有一些甚至於死了一半的人 這一半的人都是不信的人 不願意聽神話 好 再下一步 所以整個民宿記就像 創世記 初愛情記 立位記 民宿記 生命記 它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最簡單的文脈的交織 這個分端是這樣子 最簡單的分端 這樣子可以一末了解 就是那一天來到神說話之後 人就沒有辦法在神話語當中 能夠達到標準的一個結果 這個初愛情記也是如此 立位記也是如此 民宿記也是如此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在交織的時候 這一段是從出埃及的 第二年的二月開始 一直到最後的第四十年 年頭年尾 從二十章記載 最後一年 年頭始李立岸 年終始亞倫 到聖地季我們就知道 年尾始摩西 三個這一家姐弟三人 同時在一年當中去世 今天重點不是在講這個 但是你自己看得出來 也就是保羅口中所說的 我們人在神面前 尤其在神的話語光照底下 我們會有什麼結果 一定是看見自己的罪名 達不到標準 但是感謝主 有道成肉身的主替我們承諒 所以 希伯拉斯才會說 律法本是幕後美世的什麼 你們 幕後美世幕後 幕後美世是指耶穌基督 就是那種最美的事情 律法也是指著耶穌做見證 律法也是指著耶穌什麼的 說預言的 就跟他有一位先知 像我摩西一樣 你們要聽他 但是這個聽 就帶來了比我摩西更大成就 摩西只不過是一個 告訴你神話語的 但是摩西連自己都救不了 對不對 所以我在第四十年的最後一刻 被上帝叫到尼泊山上去 給我看了一下 也不讓我進去 是不是 這是他的無奈 希伯拉斯有給他添一禮 所以如果這樣講的話 摩西在神家裡面是全然盡忠的 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他只不過是一個福人 是管家 但是耶穌呢 他是兒子 不一樣的 所以耶穌跟摩西比起來 當然與摩西更美 更完全 耶穌是成全者 摩西連締造者都不是 他是傳話的人 他是先知 他是天國軍王的發言人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讀聖經的時候 我們讀到律法本質叫人之罪 沒有耶穌基督的話 我們都變成什麼 一個僅僅知道標準 但是做不到的人 只有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 來救贖我們出來的主才能成全這個事 所以他的十字架上最後的一句話叫做 成了 一般人如果都快要去世了 我通常會講完了 只有他在十字架上去世的時候 他說成了 他成了什麼 成就了上帝 因為他是Alpha 他是摩西的 他是締造者 他也是成全者 好 再下來 所以我們基督徒的生命 其實也跟以色列人一樣 應該是出黑暗入光明的 是不是 不像這個世界 如果我的價值觀跟世界上還是一樣 那我也只不過是一個確診者而已 有世界公民的一個標籍就是什麼 生命 世人都犯了這個虧缺的生命 我也是這個感染者 被世界感染當中的一個確診者而已 但是我怎麼樣子 就是跳脫這樣子一個罪惡的瑕疵 就是非得要成為一個被拣犬的族類 君尊的祭司 聖結的國度 屬神的子 所以對以色列人來說 就是下一章我們要講的 終於講到下一章要 在以色列人當中 原本大家都是祭司的國度 聖結的國民 為什麼到後來變成有祭司的國度 什麼事情耽擱讓他們以色列人 失去了這個榮耀 變成只有立位人 雅倫後裔才能當祭司 為什麼 君尊的祭司 而且摩西崇山上下來的時候 有重點問過 因為他在理受神話有四十天 結果底下就是雅倫帶頭就造了君尊 然後這就是約和華帶領你們說 埃及的第二章 那摩西下來 第一件事情就憤怒的把十百碼塞碎 這是上帝親自用手指頭寫出來的塞碎 然後把那個精油磨成粉放在水源地 讓他們喝兩碼 然後再來就是摩西說 凡屬耶和華的到我這裡來 誰去了 立位人 所以自此之後立位人才是被解決 要不然在出埃及第24章 那個時候他們獻平安息的時候 還是一個姿態退一個代表錯 還是全民皆祭司 但是就因為金牛獨事件 耽擱了 大家也都不悔改 只有立位人覺醒